哈囉大家好 請 那我們今天就來一下我們的 航海王熱血航線了好不好 然後一來就直接斷線 OK 然後今天的話 拍攝的原因啦 是因為我們這邊又多了一個新的活動 然後這次活動的話 基本上你是可以免費索取一隻角色 其實我覺得這個熱血航線 其實他還滿常送一些角色 而且我覺得他比較好的一個點就是 如果你跟這邊一樣是玩那個 PVP的玩家 其實你角色拿的越多越好 因為你就可以體驗一下那些角色的威力之類的 其實就比較不會看一些角色的好啊 或是什麼去看等級之類的 除非你要玩另外一個排行啦 但是他裡面基本上有分副本的環節跟PVP的環節 所以像哲平基本上是PVP玩家的話就是 角色拿的越多越好 然後你可以去用他們來打一些不同的戰術 然後如果你是PVP的玩家的話 基本上就可以去抽一些比較好用的一些東西 但是我覺得這款遊戲的話 比較好的原因是因為 他有碎片系統 所以你看我這邊白鬍子的話 我已經把他練到滿新了 從一開始玩到現在就慢慢的給他練到滿新 而且基本上其實角色他都送很多給你啊 其實有多到就是我有一些根本就沒在用這樣的概念 所以大家的話基本上就是有角色就可以盡量拿一下 那今天要跟大家介紹的是我們這邊的這個 白獵人的追擊 我們的絲魔格好不好 絲魔格這個白獵人的追擊 那這一次的話基本上就是 你只要完成這邊的這個活動的話 你可以獲得這個絲魔格的這個碎片 然後星之界煙鬼的碎片 你只要取得的話 你就可以拿到這隻煙鬼了這樣子喔 然後他這邊的話基本上會有這個 分五個階段吧 然後總共是30天 然後第一個的話這邊累積通關或掃蛋巴士 或者是這個 極盡的這個歷練 然後就是去完成這些活動的話呢 你基本上就可以那個 就可以就是拿到這邊的這個碎片喔 所以大家如果 有像比較喜歡煙鬼的話都可以來 玩玩看這樣子喔 還算不錯 那我們這邊的話就先來打一些東西 那我自己個人的話真的還蠻喜歡 就是熱情航線這款遊戲的 因為我自己個人是很喜歡 去跟別人打PVP這種東西 就是其實大家發現就是 如果你要說什麼是 哲平你怎麼玩遊戲都不認真或幹嘛之類的 就是 我去看那個遊戲有沒有那個 就是值得我就是去 去努力的東西啦 我覺得這個遊戲如果我就是想要玩 就是一個比較輕鬆的話 那我就會 這麼樣一個去玩 那我之前就說過 如果貓咪大暗爭 他是有一個那個PVP系統 或是幹嘛的話 我一定打得非常非常認真 但是他 比較就是偏向一個比較偏單機的這個遊戲 所以就還好 然後 像夯海王這款遊戲的話 基本上因為 之前剛玩的時候 因為他只有陸服嗎 所以就比較可惜啦 因為我一直都期待他能夠出就是台服 然後 還不出的話 我就是在台服努力打PVP 所以我這遊戲的話 基本上PVP就打也是 沒到就是真的非常非常非常世界情 我現在打的最新的東西 叫做那個 夯海王的卡牌遊戲 好不好 我現在打的最新的那個就是那個 因為每一次在輸出影片的時候 我都會打一把這樣的概念 好不好 那目前來說的話大概就是 但是 最近我們在跟大家介紹就是我們有 裝了一個這個加速器嘛 那加速器的話 讓我就是打那個PVP的話 是可以就是 比較順利一點點的 所以 有有時間的話也會打個幾把 因為其實真的還蠻好玩的 這款遊戲的這個PVP 那真正就是一直在等待這款遊戲 看能不能出那個台版好不好 但是 不知道耶 好像有人說蠻難的是不是 不知道不知道 因為 感覺是 是可能要要再等那個 等代理呀 或是等怎麼樣之類的 或者是可能就是 陸服那邊可能也有可能不放手啊 就是他們可能就是 不開放就是 台灣這邊代理也是有可能的好不好 所以就 就只能慢慢等了好不好 但我是真的目前來說我覺得就是 這款遊戲跟那個 Bounty Rush好不好 這兩款是我現在目前玩過 我都還有持續在玩的這個海賊王的這個手遊 就知道就是真的還不錯了 但因為我自己的那個遊戲接受度是很高的啦 就是我 我雖然就是不太會推 推份Game給大家 但是其實我玩的就是那個 玩的遊戲的這個 上限度是很高的 就是 我比較不會就是把一些遊戲就覺得 我這個地方很爛 然後我就不喜歡 就通常我遇到一些不好的圖片的話 我就會去看一下遊戲內容好不好玩 如果好玩的話我也會推 如果有一些就是 遊戲程度好玩 就是 如果他們圖很漂亮 然後遊戲不好玩 我也會推 就是因為看圖的話我也是很開心那種概念 所以 我感覺 我這邊的話就是 會把一些我認為有趣的地方都拍給大家看 好不好 然後大家就看一下 自己願不願意接受這樣子 如果願意接受的話就可以再來玩 那如果不願意接受的話 我們就 再換下一款遊戲 因為其實最近的話 基本上我覺得整體來說 能夠選擇的遊戲真的是變得還蠻多的 所以大家 也不用緊張喔 就是 慢慢的去就是找一些就是適合自己的 或是自己比較喜歡玩的 然後如果剛好就是有機會可以玩到一些 就是跟朋友一起玩的就還不錯 像我最近的話 基本上 我就在跟就是那個 我們那個 天地裡的觀眾朋友們 一起在廝殺那個少女戰爭啦 因為那款遊戲從一開始開始玩 然後我們就一直在打那個公會戰 然後整個就很爽 然後我們就瘋狂打公會戰這樣子 很舒服 好 這邊的話基本上 因為我們一天的話 大概只能打兩次的這個地獵嘛 我記得沒錯的話 他這邊的話 這個就是只能兩次 每天兩次 所以他這邊第一個活動的話 是要8次 所以大概要4天才可以完成這個任務 然後第二個是這個 廚師完美這個道理喔 這個是 烹飪 然後 這邊的話就是你要去選擇的 他相對應的 然後他會告訴你就是 這個 雞肉加太多了 什麼之類的東西 這個 那獲取食材的話 基本上就是要達成任務之類的 我們剛剛基本上是5比5嘛 然後他說雞肉加太多了 那我們就是 3比7吧好不好 他會告訴你 他剛剛那邊都會講話 雞肉加得有點少 我靠 你問問題很多耶 那6比4也可以了吧 大哥不要在那個 有有有 那就是6比4喔 我不知道全是 是不是每一個玩家都是一樣的耶 如果大家都是一樣的話 那你們就是 就是6比4然後這樣做下去就可以 但是我只是為了解剛剛那個任務而已 有沒有 為了解煙鬼的任務可以 然後下一個的話是這個 無盡探險 這個我們可以直接 用這個掃蕩就好了 有些東西我又懶得打 我就懶得打我就直接用掃蕩這樣子 因為我真的都還是比較喜歡去打那個PVP 然後這邊的話 這個也是1300次的 所以這個大概是兩天會解完 然後消耗體力跟 召喚卡片 我說真的我真的很少在召喚卡片的 但是其實 這遊戲的話卡片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下 因為你卡片合上去的話 你東西就很厲害 你看我這邊有275抽耶 笑死 我有275抽 暴喜 抽到一個親自 這遊戲我說真的 他送的真的很大方 再加上就是他的角色也不會太難拿 然後碎片也很好拿 這樣的概念 他後面比較讓我就是驚訝的是 他必須有一些角色是必須用那個 用那個石頭抽 就是我們這個果實 用這個果實抽 因為通常我們一般來說 抽角色的時候 我都是用那個黃金碎片 就是用那個抽抽券 去用抽抽券抽 但是他後面的話 就多了一個那個就是 美音啊 跟那個就是 那個艾斯啊 跟那個 納美 那三隻技能上是必須用我們 就是那個黃金果實來抽 而且 他還沒辦法讓你去直接拿碎片 所以就稍微比較尷尬一點點 好熱血禁忌就是我最愛的喔 我們這個PVP 我們先來就是把一些比較能解 解完我們最後再打一場PVP 這款PVP是真心不錯啊 各位如果喜歡的話可以 可以來看看 好那我們就來打一場PVP 我先去看一下我的那個 加速器 好那我們今天最後一part 來打一下我們的PVP環節 然後賽季結束之後 其實他也會送蠻多一些就是這個果實的 然後你果實其實只要蠢 然後砸在一隻角色身上 基本上這個保底抽啊 80幾抽就可以抽一個保底了 所以算是就是蠻舒服的一個遊戲 我覺得就是 慢慢培育的話就很ok 而且我覺得就是因為 他的PVP啊其實是 不需要就是那個 他PVP其實是不需要就是我們那個什麼 不需要我們的那個 欸欸欸欸 PVP不需要我們就是額外一些能力加成的 所以你就可以就是玩的比較舒服一點點這樣子喔 哇 完了我忘記戴紅髮了 我戴的是這個納美 我怎麼會戴這個納美我的天 完了完了完了 完了因為這次納美我沒有玩過 喔他在裡面會隱身是不是 完了 這次納美我完全不會玩 死電了 但這次我覺得應該有可能是 電腦嗎 還是不是 感覺好像也不是耶 喔開電了 納美是不是就是這樣 隨便一直無腦亂轟就好了我不知道 我希望是 完了 完全看不懂納美怎麼玩 完了 我覺得他是玩家欸 死定了 不是 我應該要玩 我應該要玩那個誰的啊 我要玩紅髮了 我怎麼是在玩納美 我的天啊被打爛了 哈哈哈哈 我沒事至少後面兩次是我會玩的 來看一下 定 打過來 定 好他沒東西了 沒贏開扁 沒贏開扁 等一下喔 哇他還會回血欸 哇靠 這麼激發的角色嗎 哇他還會回血 定到 哇完了 哇好慘喔 我完蛋了 很會接喔 我覺得 而且他下一隻是紅髮欸 我該怎麼辦 他下一隻是紅髮捷克 我要完蛋了 喔他有那個欸 就是不能讓你開技能的東西 跟那個黑鬍子一樣 哦我想一下哦 女兒該如何打罷吧 我覺得這紅髮應該會把我剁爛 哇靠 完了 你看這紅髮 什麼鬼東西啊 哈哈哈哈 哇靠 哈哈哈哈哈 欸完了 欸完了 完了 各位 這就是紅髮啦 我們當初有多爽 現在有多難過 幹完了 哈哈哈哈 哇死定了欸我的天 喔有有有機會 其樂弊的啦 完了GG 啊死定了 哈哈哈哈 被剁爛了 白痴 我們一開始用那個納美 不會玩 直接被爛爛了 如果我們還有一隻那個 還有一隻紅髮的話 應該是有機會的哦 好沒關係 那今天的話主要來說 我們跟大家介紹的就是 我們這邊又出了一個新的活動 如果大家是喜歡我們 斯魔閣煙鬼的話呢 現在是可以拿到一隻 就是免費的這個煙鬼的哦 你只要解完這邊的這個 活動 然後他的碎片就沒有問題了 白色加年華好不好 其實這些活動的話 基本上都還蠻好解的 而且基本上這款遊戲的話 還蠻常送角色的 所以大家如果 有玩的話呢 趕快來把我們這個 白獵人追擊的活動完成 把斯魔閣帶回家了好不好 那我們今天先玩到這邊啦 我是請下影片再見囉 大家 拜拜囉 拜拜